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张照片 约克斯大概在一个小时 就是美国东部时间大概中午十二点半 十二点半到一点钟 拿出了一个新的视频 五十多分钟 他再次讲到了有关灾难的问题 这个灾难的问题呢 他说了一个比较厉害的 他说在年底之前爆发 他说在年底之前爆发 他特别提到了瘟疫啊 提到了一个叫经济沙漠 他直接就这么讲 经济沙漠 但里面很多引用的是别人 别人 他借鉴别人的一些东西 有他一个星期之前看过 看到的景象 有他在四月份看到景象 所以跟 可能是跟 我跟大家解释过 这个东西做YouTuber呢 太难了 就做预言这个 因为YouTuber现在竞争太厉害了 所以你去讲别的没有人听 人就愿意听这个灾难 啥啥啥啥啥啊 你说准没说准啊 今天人就这样 这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所以这就取决于他自己的掌握 那很长 我看过他那个很长 那我就跟大家提个醒 所以我今天笑话笑话 然后我们八点半到九点 里面讲到了灾后的状况 这个整个背景的状况 他都讲到 我提醒朋友 只做借鉴 只做借鉴 不能 不能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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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在是只能做借鉴 因为我看 我现在用的这是这个 在国内叫什么 哗啦哗啦的网站上 看来国内也都在传这个事 这是跟大家提醒一下 今天晚上八点半 北京时间是星期二上午的八点半到九点 我们今天晚上见 我们下午的一会儿